HELLO 大家好,我是Vin 我剛剛在意大利四天三夜回來 昨晚才到倫敦Gatwick 我回到你家已經差不多凌晨兩點了 今早還未有這個精力想要去unpack 也未要unpack 我就去拍一個What's in my bag 看看我是疫情後的旅行要帶了什麼 我這一程就是四天三夜去意大利 所以我帶的東西都是非常簡單 因為我預計了要走山路、小鎮 我也是以輕便為主 其實我不是帶了很多東西 我這次以意大利之內就帶了PCJet 由倫敦出發到米蘭樂機 如果你是就這樣買它的機票 它只是容許你帶一個handbag 大概是背包般大約的手提行李包 還有一個很普通的handbag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帶一個行李拖行李 你是絕對要加錢的 但留意一點 因為它要加錢的那些位置 例如extra leg room 或者up front的位置 它數量不多 盡早知道自己的行程 預先早點去預約 那你就一定會預約到一個可以給你帶一個 手提行李箱 再加一個背包或者 handbag 還有一個小handbag 我預期正常去旅行都會帶一個行李箱 43年應該會合理 帶一個這樣的行李箱 只用一個handbag就不行 我們在澳門來一夜應該也可能是問題 但是拿幾天就應該不行 現在就跟大家開箱一口 這個手提handbag到底是喜歡的什麼 這個handbag就是我想最普遍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超實用的long chain handbag 就是medium size 容量超大 隨便 塞所有東西下去 怎樣塞都可以塞到的 再加上它的質地是非常之短 放在地上又不會心痛 放在上面的行李架 飛機架那裡 又可以搓完壓面都可以 就是一個超超實用的旅行袋 第一樣東西 水 這個水當然沒得帶進去 就是禁區買的水 一定有一個水在飛機上面 因為太乾太乾 一定要補充水分 噴水的噴霧 這支就是Affine 每個人都聽過一個噴霧 性價比超高 皮膚敏感也用得 相機一流 然後就是這個袋 這個袋就是 載著我的所有攝影器材 我去旅行帶的就是一部Vlog機 然後帶了一個就是Osmo Mini Osmo Mini就是方便 我不想高調拍攝 歐洲旅行真的好像很少看到人有Vlog機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去的地方是比較小鎮 小香膠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新科技的產品是非常好奇 遊客或者甚至當地人看到我這樣拿著Vlog機 看到我反自己的樣子 他們會是真的很好奇地看著 如果你不想那麼高調的時候 就可以帶這個Osmo Mini 很輕易地拍到很多東西 又輕 裡面就裝了一些SD卡 不同的SD卡 因為我不會帶一部Laptop去過片 總之任何攝影related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這個袋裡 這個袋其實就是之前坐飛機 送的洗手包來的 它是小小的薄薄的 它的尺寸是剛剛好 載到我的Vlog機 總之是忽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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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很大的飛機袋 它就像筆袋一樣很薄 但我把它們都將充電器和一堆耳機和充電線 都在這個袋裡 不用在一個汪洋的袋裡亂揉 而且當你一堆耳機在一個大袋裡 你揉的耳機一定會打殺戒 你又要解結 在這個袋裡一無了然 可以立即找到你的充電線和耳機的東西 所以非常方便 其實我很習慣 一個大袋裡 有很多小小小袋 分類了這些東西 我找到這些東西就非常方便 這個就是 嬌蘭的袋子 這個就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一些P.R.O.送的P.R. gift 裡面就放著一些護膚品 這個就是除了它們附送的袋子 很喜歡這個袋子 而且它放的東西也放得很夠 這個袋子就是放藥袋 隱形眼鏡一大堆 各種的藥膏 藥軟 因為我覺得去旅行一定要帶藥 胃藥 保痛藥 同時我也會帶了很多的皮膚敏感藥 耳水不平衡藥 頭暈藥 暈車浪藥 什麼的藥 我都會帶齊 這支霜霜一定要介紹 這支就是叫做P.A.G. cream 是BOOST買的 它是非常有用 很推介給大家 大家如果在英國的朋友 記得去BOOST做一支 塗上那顆P.A.G.那裡 它會有一點麻痺 就是因為麻痺 令到你的痛楚減少了 而且消炎作用是很厲害的 一種起上來 放上那顆P.A.G.那裡 一兩天是 懶得很多的 去旅行更加容易生P.A.G. 為什麼你去旅行一定會 吃多了東西 放中自己那些 吃多了一塊 沒那麼生氣 難得去旅行那些 煎炸東西一定吃 晚上回到酒店 跟朋友吹噓 跟家人吹噓 又是會買酒 買薯片 跟朋友玩得瘋了 一定是晚上 所以基本上的抵抗力是差 免疫力是差 一定會生P.A.G. 機會是非常大 然後我帶了一些眼藥水 抗菌 就是... 角膜劍抗菌 我不知道 純粹是覺得抗菌 我怕我會看到很多微菌 滴一下 又會有滋潤的作用 這支也是 封爛用 吃多了海鮮 吃多了蝦 有機會會發敏感 這個是Doku Demo買的 還有一些膠布 暗瘡貼 萬金油 其實它的用處就是當作白花油 滾車浪 好像通鼻鈴那支 我曾經聽過一個師傅說 他就說 因為肺炎 不知道怎麼屬金 還是怎樣 總之他就叫人帶萬金油 在身上 就可以直接叫做 Protect you from肺炎 真的 順不順由你 然後 也是袋子 這個是化妝袋 這就是我這幾天 四天三夜 需要用的化妝品 和護膚品 護膚品 其實就是帶一些 商品 買東西送的商品 一些片片 那些片妝 或者小小支妝 我基本上用完 我就沒有帶回來 輪到這裡 所以就沒有那個 殘鞋 我會帶的化妝品 第一件就是這個 Cushion 這個是Laneige的 Make-up Cushion 我覺得去旅行 就是帶Make-up Cushion 就是最方便的東西 因為有些粉底 有時候會 會 塗一下塗一下 加上一些氣壓 會飆出來 那就 污染了你整個化妝袋 所以如果是氣墊 就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氣墊 就是最方便 就是 這樣排一下排一下 化妝 遮瑕度又高 這個Laneige 其實我覺得 在英國是 略嫌乾了一點 因為在香港用的時候 它也挺潤 而且略嫌 香港是太過潤 就是黏黏的 但是來到英國和歐洲 我是覺得 嗯 剛剛好 甚至乎 有點偏乾 就是我打底上面 那些 護膚品 是做得很足 但是作為一個旅行 它是完全可以應付到我去旅行 所以那幾天的一個Make-up 所以我就有一個Make-up Cushion 再來就是Eye Shadow 這盒Eye Shadow 其實真的非常溶爛 而且足夠 那就是Lily by Red的Eye Shadow 那你看到這個沒有涼解 掉了出來 這盒已經搞定了所有的 就是上面下面的所需 所以這盒非常好用 又方便的Eye Shadow Palette 這個highlight 我正在用在Boost買的Kai Jenna的一個highlight 就是這樣 塗上 鼻子 額頭 這兩邊 這樣就可以提亮下去 增加輪廓 陰影 這個陰影粉 就是Etude House的陰影 我真的用完了 對 非常好用 沒有特別介紹 就是總之好用的陰影 你去旅行要漂亮拍照 拍照的時候當然是陰影 那臉上瘦一點 是不是 粉餅 粉餅我正在用Klidipio的這一款 它有一個碎粉的 即是它很出名的碎粉的額妝 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用額妝 所以那盒子有點敏 我覺得它好像粉感太重 好像 即是 只是好像塗一些很厚粉 但是去旅行因為它很薄 所以戴上去 但是我又覺得 很一般的 眉粉 Can make的眉粉 這個也不太多介紹 而且它的顏色也挺好 挺正常常 Origins的暗瘡膏 這個我是買聖誕的時候 Origins是一個套裝 其中的一件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4 size 但是這一支的 Spot Remover 也挺好用 你暗瘡的時候 塗一點上去 它翌日就會好像抽乾了 你那個暗瘡 令它快一點 去旅行一定要戴暗瘡的Skin Cat 一定要燒暗瘡的東西 跟剛才菲姿一樣 一定會周居勞動 肌食無定時 吃垃圾東西 放屍地吃 這件事一定很容易 令你增加暗瘡的機會 Fabric Fresh 用來噴一下衣服 這是我之前介紹過一個洗衣液的品牌 我很喜歡的 好像賣東西送的贈品 因為很少油 差不多用完了 我就帶來 例如你在酒店掛衣服 噴一下它 令你的衣服有些香味 感覺好像比較衛生 這個我也推薦大家戴 這個就是Lambai 這個Lambai就是 按著它 有幾個強度 這個Lambai好處就是 你去旅行 可能晚上睡了 你第二天的樣子又壞了 還有水腫 或者喝了酒 吃了一些很濃烈的味精 或者濃味的東西 那 如果第二天的樣子 你的樣子又壞了 你就這樣滾一滾 其實也有一點幫助 令你去水腫 想妝比較容易 還有晚上 塗護膚品 滾下去 讓它 通一下淋巴 因為去旅行還是會毒素勁的 所以 這些就是 簡簡單單一片仔 好像是刮砂片 刮砂棒 所以 戴上 完美 一本寶 這本寶 小小的寶 是記事寶 我知道旅行 其實大家現在已經不會有旅遊書 這件事 一本手機 有什麼事就馬上手機 可以搜尋很多東西 知道地圖 看到Google map 怎樣去 基本上 地圖 即是實際上 紙地圖 旅遊書 已經沒有市場 但我覺得戴上一本寶 我習慣就會記住一些 譬如我還要知道 我要去哪些車站 哪些地點 名字 因為不一定全部是英文 我記得了 寫下 或者前往的方法 我都會大概寫下 如果我去旅行晚 萬一被人偷了電話 或者我的手機突然閃了 我上不到網 電話卡 有問題 那我就會站在那裡 一定我會習慣 但是一個小 notebook 寫下一些重點的地址 或者聯絡的方式 甚至乎你的朋友的聯絡方式 即是你和你的朋友 萬一大家不知道怎樣走失了 那你怎樣聯絡回他 寫下在這裡 所以就是這本寶 一本寶就是薄薄的 就是絕對推薦大家去旅行 有些科技有好處 但是科技一省的話 就站在那裡 口罩 尤其是去歐洲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因為歐洲其實都比較穩定 我剛剛去意大利 是非常嚴格的 基本上你出入商店 公共交通工具 是一定一定指定你要戴口罩 還要戴一隻指定 FFFP2的口罩 如果你沒有 是禁止你去坐車 上去的交通工具 香港的口罩其實都很厲害 有什麼LV3 或者我們有什麼韓國KM 什麼的 但是一律 他們不在乎 總之就是要戴他 這隻FFP2 如果你在英國出發的話 英國的Boost 在賣都是這種類型的 我就戴了一些香港LV3的口罩 我去到ECJet登機的時候 控制跟我說 你這個口罩不合規格 他也很好地派一個 他們合規格的口罩給我 但很大 我的臉比較小 所以他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程度都有點辛苦 但也沒有辦法 就是別人的規格 所以大家就預先可以去準備 如果你要去歐洲的話 這個就是我的相機手提行李袋 除了相機手提行李袋之外 我平時去旅行不會帶這個袋 到處去景點 我會放在酒店 然後隨身的那個 就帶一個斜背的小肺包 這個小肺包可以斜背 也可以去手提 去旅行我當然會斜背著它 輕民意大利也會少偷 尤其是一些重點旅遊區 我去那裡的重點旅遊區 我會這樣斜背 然後用一件長長的外套 這樣遮蓋著 讓我不會看到我的手袋 就可以很輕易地打我主意 我最怕就是不見護照 錢也不是重點 雖然錢也是重點 你突然被人搭光整個銀包 沒有事搭車到大鑊 但最重要都是護照 小肺包顧名思義 就是他載得很少東西是廢 電話銀包也裝不到小肺包 所以我只能用到純粹 那些賤是不會帶去旅行 但有很多小肺包都是非常實用的 我現在這個我真的超喜歡 你看到它這個樣子 其實手掌大一點 其實iPhone大一點 但它裝得很好的 用量是極度實用 而且我這些比較矮小的人 這個尺寸是剛剛好 如果它再大一個尺寸的話 我是整個人是矮短肥的 這個是間間效的尺寸 它真的裝得很多東西 用量是超大 有一個拉鏈 我告訴你會裝得很多東西 先裝到我的護照 那你一定要帶護照 iPhone 剛才飛出來的一個小消毒紙巾 還有一個小肺包 還有一個銀包 你知不知道 都是一個小肺包 不是那些小卡片套 是有厚度的小肺包 廢包也裝得那麼多東西 很多廢包都裝不到銀包 只裝到卡片套 紙巾 牙籤 牙籤旁邊有藥 頭痛藥一定要脫身肺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就會頭痛 筆 方便即時寫 唇彩唇膏 有三支 有潤唇膏 然後有兩支不同的顏色 看看我怎樣配搭 然後有隨身的一個小鏡 一支敏感的藥膏 即是突然間不知為什麼敏感癢 立即可以塗一下 手霜 搓手液 搓手液是後疫情時代去旅行必備 Tamborins的搓手液很香 它是00號還有什麼彈香味 是有一點香水味 水晶和零擺 可以塞進去 這是很少的 就當是一個護身符 去旅行 除了剛才所說的那些 拿給大家看的物品之外 我還放了相機電 還有一些記憶卡 還可以塞進去 其實還可以塞進去 還有一個充電 手機充電器 這些就是我平時出去 在酒店出去 去不同景點的時候 會帶著隨身的東西 Vlog機上機我就會隨手拿著 我不會擺袋 因為有什麼時候可以馬上拍攝 所以這個袋是非常非常方便 我這幾天旅行 我也是帶著這個袋到處去 我覺得太方便 這個小肺包 雖然是小肺包的尺寸 但是它是一點也不費 而且這個袋也挺輕的 最怕有一些袋 本身也很重 你絕對不會想去旅行 是拿著超重的袋到處去 你肩膀會很痛 所以它是非常輕的 很輕便 這個就是我的旅行 What's in my bag分享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 應該多了機會 在未來的半年 應該會有機會去旅行 因為現在已經7天空閃 我想預計應該會逐步逐步放寬 至於在英國的朋友 更加可以隨時隨地 想去就計劃去 這次我是跟我朋友去的 那我也很久沒有去旅行 帶著小框來 而這裡不像香港 各種家人可以在這裡 幫我看著貓 我來到這裡又沒有人會幫我看貓 我又不會夠膽請什麼 Cat sitter來我家 我暫時還未夠膽這樣住 也不可以把我的貓送去那些貓射 因為它一定不行 這條路我搞不定 所以我跟我男朋友 基本上是不可以兩個人一起 共同去旅行的 所以這次也很幸運 我朋友過了來 英國有方 可以有機會去旅行 搞到我也有機會 可以get away一下 不知道我下次去旅行是什麼時候 好了這次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趕快去旅行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我的鐘仔 以後有些新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了 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